2022年的过程 题目给了Px 他说如果Px divided by degree2 他就会有一个reminder 你的反应 A part 他要你找的是AB 你的反应会是怎样? 找一个叫什么呢? A等于多少 就是一个dividend 那怎样找? 将它叫什么?factorize OK 将这个degree2的factorize 是 OK 那factor成为怎样? 好像factor不到 数? 不会是long division 我记得是不是要塞数进去X 应该就是了是吧? 是不是那些123? 应该怎样呢? 这条最有趣的是什么? 是不是factorize不到? 是 如果factorize到 应该有其他做法 但这条得意在于是factorize不到的 那怎样呢? 这题是特别的问心 因为如果这条是factorize到 我们是有其他做法 简单很多 但这条是真的factorize不到 我们也不需要去怀疑 是不是出错题目 因为这条真的是DSE题目 带数到X 好了 long division似乎未必可以 如果是又factorize不到 那你想想我们可以怎样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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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 factorize不到最负荷手 令到我们这么麻烦 然后就有QX 最后当然就会加回 reminder OK 好了 而我想多说一点 就是 因为这个是degree2 所以这个reminder 就会degree1 行不行 OK 那问题就是 如果我这样写 我还可以怎么计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写 似乎都真的不知道怎么计 那怎么办 原来的QX 这里有QX 我们不写QX 我们不写QX 那写什么? 我们当它是一个 譬如 是mx加n 而我们会让它是degree1 我们会让它是degree1 这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那个px 不是 那个叫做什么呢? divider是degree2 还有dividend是degree3 行不行 OK 因为要所有 因为其实左边和右边 要完全一样 所以似乎 它那个quotient 原先的QX 应该是degree1 才正确 行不行 OK 可以 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 OK 好了 而整体数 本身整体数 就是3分 2分 3分 即是11分 而px1 整份卷是105分 所以你大概 整体数 占了10分之1 那占分不少 事实上 OK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原来我们就会将 右手边 那当然这些 我们很棒的 就是假设 然后我们会将右手边 expand and simplify 因为现在我们写完这里之后 就是类似我们的form2 identity那一刻 就是左右两边 expand and simplify comparing coefficient 知不知道想你做些什么? 要expand 之后 调些x去一边 不是 在右手边 group那些x3次方 x2次方 x1次方 constant term 那些 OK 其实很容易看的 其实说真的 这两个乘出来 是不是x3次方 是 所以就是mx3 所以这个 必定会等于 左手边的2 这两个terms 必定是相等的 OK 又例如 右手边 这两个乘出来 会是3n 他加上后面的13 就会得出 右手边的constant term 必定会等于20 负20 sorry 看到了? OK 其实我当我现在上课 我们偷空碱料 我们写少些东西 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 m是2 然后3n加13 很容易看到是负20 你们可以吗? OK 如果是我们得出 这个3n 就会负33 所以就会负11 有什么用呢? 用处就是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m 带回到右手边 那我们其实就找到 expand simplify 最后的答案 就是ab 那两个数字 是否跟得到的意思? 就是 带回到右手边 那里 就是最终 其实px 其实就是 x2次-2x加3 就乘回mx加n 就是2x-11 就加回reminder x加13 那这里我expand simplify 最终 b一定会等于 原先的左手边 那 a部分的题目 叫我们找一下 a和b 那就是x2 和x的coefficient 可以吗? OK 所以现在这里 我想你做什么呢? 我想你将这个expand simplify 我想你将这个expand simplify 跟我说 其实a和b答案分别是多少? 带回到2x3次-15x2次加29x和-20 OK 可以吗? OK 先等一下 我这里应该写错了 所以这个运算 所以记住 人家的a部分叫你找的 a和b 最终你必须写回 所以a应该是-15 b应该是-29 OK OK 那a部分的做法可不可以? OK 其实说真的 这个a部分 就是和其他年份的parts paper 这一条是真的有少许 它未必是最难的一条 但是是有少许特别 这个是真的 OK 最惨的就是什么呢? 你a部分做不到 其实你后面b和c部分 就未必会计算完整的答案出来 就必定是不会有完整的答案 因为你没有ab 好了 最多你只不过尽量写回那些步骤分出来 就尽量下回n分 好了 如果我们已经计算到的a部分 就是a和b是多少呢? 完整的px 其实是不是现在我写这个? 是的 好了 b部分 小心了 因为你做功课 我们经常就会做b部分 是这一类的 is x-5是factor 小心点 所以我们会怎么做? 濕那个5进去x 是的 看它是不是0 是的 OK 记住 记住什么呢? 不要用long division 知道吗? 你之前经常用long division 是的 那个问题 其实到头来 其实我们b部分不用long division 我们c部分都可能用long division 这个是真事 这个是真事 但是我们通常会 long division 就等到c部分才用 麻烦帮我按一按 按一按 这个答案 我叫你帮我按一按 你应该用answer键去按的 是吗? 是的 你试试按一按 看一下是不是0 是0 说真的 就是b部分 其实出了很多次的 我们通常 就会猜它是0 如果你发觉它不是0 那你就应该 懷疑你按错机 或者a部分 那两个答案 可能计错了 OK OK 这个你要知道 那当然是 那所以 因为它是0 所以它就是factor of px OK 那然后c部分 我想问老师 有没有跟你说 有没有看过c部分 这一类题目 someone time state equation px就是0 has two irrational rules do you agree? 好像做过 公开市 这类题目 就是proilomial level的题目 通常part c 都是问类似的东西 今次就问 eversional rules 问过很多类型的 问是否real 问是否integer 问是否eversional 好了 eversional 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eversional rules 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 是不是有i那些字 不是 有i那些就叫做 complex number complex 或者是not real 就是unreal 但今次说的是eversional 就是除不尽那些 就是rational的相反 可不可以给一至两个 eversional number的例子 给我听 你说除不尽那些 是不是 那其实 二十二分之七都除不尽的 1 over 3 1 over 3都除不尽的 那些是否eversional 就不是 应该是 应该不是我 不是 如果我刚刚叫你给两个例子 给我 那可能 如果给到的话 你可能说pi pi 或者 开放二 这两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eversional number 一般 如果简单来说 有开放跟随的 又或者 如果正宗一点 说 就是 不可以写成为 分数 整数分子分母的分数 就叫做eversional root 那我们怎么证明呢 或者怎么知道它说的 是对还是不对呢 那我们必定就是 要先把px factorize 所以 你这里就会用 long division 是吧 你就会做long division 麻烦你做long division之后 跟我说 另外那个 二次方 那个quotient是多少 你自己有 准备一些 做告示的 是吧 有 那同样 其实我都跟你说过 我自己就 不会用long division 那我就会用心算 所以我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吗 快可以 算到 2x2次减5x加4 好 正确 正确 所以呢 那我们consider 但是它factorize不到 这个数字 没错 你刚刚已经把这个check 就按forment01 你发觉是math error 是吗 所以 我们就会乖乖地 听题目说 我们就会consider 等于0 因为它叫我们类似soft equation 对不对 好了 那你刚刚已经按了机器 那我们是不是有x-5等于0 或者 刚才那个quotient等于0 对不对 是 你factorize了 最小只有两个 就是这两个 所以 第一个等于0 就会得到x等于5 另外第二个就是右手边 好了 这里小心 这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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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rational 这个5 是rational OK 那它就说了 本人题目就说clam 有两个 e-rational 好了 所以呢 如果有的就出现在后面 但是刚才你按了 方便是math error 对不对 你按了math error 那你要小心 math error的话 那些root叫做怎样呢 是叫做unreal 而不是e-rational 你按方便01 出math error 意思是 即是有complex root 你不要搞乱 complex root 不等于e-rational root OK 所以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就要计delta 而我们明知道delta 应该是怎样 是正数负数 还是等于0 正数 或者负数 正数还是负数 正等于0 你按基 math error 刚才你按方便01 是不是math error 是 是 所以如果你计delta 的话 答案应该是正数 负数 还是等于0 负数 一定是负数 OK 还记不记得delta的用处 alpha β 那些 delta的用处 delta的用处 是讲很多用处 是吧 但是最开初教的 delta的用处 其实就是讲 那条quartetic equation 有多少个routes 因为你按方便01 是math error 即是是low view routes 所以delta 必定是负数的 OK 如果你按方便01 它有两个 一样的答案 那delta 必定会等于0 如果你按方便01 它有两个 不同的答案 OK 那delta 必定会是正数 那所以这里呢 我们按机会是什么呢 它这个会是一个负数 OK 这里顺便找到quartetic equation 的那一方 那所以 右手边的第二条equation 是low view route 所以我们可能就解释给别人听 那所以呢 那这条equation 那是low view route low view route low view route low view solution OK 而你 那题目说的evacional route 虽然说的意思是一些 爛数 肉酸的数 但是起码它是real 那所以我们解释了px90 它得一个real route 或者得一个evacional route 那所以c part 我们agree 还是disagree 那所以就是disagree OK 这个好不可以 可以 整条数就是这样做的 整条数就是这样做 这个数会不会觉得好像 难了一些 有少少的 有少少的 好 好 就是想不到怎么做 嗯 嗯 不过 不少是当跟你看 就是看多一些练习的意思 是 是 好 和你 那就是做一题CQ 那我们先轻松一下 轻松一下 做MC 因为你都要考 LCM HCF那些 我要 是吧 好了 那我和你看看一些题型 因为有些题型 就只是MC才会出现 在CQ是不会看到的 那所以我们必定要拿出来说 OK 那就 譬如 而上课 我们是用很短时间 就提过一下 LCM HCF OK 那也都有一些 得意的题型 那我们不如看一下第52题先 那16年的 他问有三个expression 的LCM 那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考虑了呢 就是那三个数字 9 12 和15 它们的LCM 究竟是等于3 还是180 这个你知不知道 我认为 180 你明不明白 我会问你 这两个数 就是你明不明白 我会问你3 还是180 因为ABCD 那ABCD答案 ABCD答案 ABCD的数字就是3 CD 因为180 这三个数字 怎么说呢 都可以 90 25 除得准 似乎应该是 180 因为 其实我们 XWalk的经验 已经告诉他 LCM 就说最少公倍数 但是通常 他的答案 就必定是 比原先题目大的 所以不会是3 其实他那3 上面那3个数 是XCF OK 所以我们不要 理其他东西了 起码你AB就打交叉 可以吗 OK 这个是个做法 好了 那听一下查证的C和D 你觉得应该是C还是D呢 我们可能看 A的次方 我们看A的次方 你觉得答案 A的次方 应该是6还是12 6 没错 记住了 记住了 我们说LCM是霸道的 它霸道的意思 就是它有大就立大 OK 它是立最大次方的那一个 但是它不是一路累积这样立的 它是立最大的一个 它那个D的12 A的12次方 怎么作出来的呢 就是将2次方 4次方 6次方 加起来 那这个是不对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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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看了50 看了50 看了50 同样的说法 这个题目里面有些数目字 有个3 有个4 有个6 但今次它问的是XCF 这三个数的XCF 是1还是12 AB前面没有数目字 没有数目字 就是1 1还是12 1 没错 2是1 是的 所以C和D就是打交叉 OK 好了 但是英文字没有 插只A和B 有一个有Z 有一个没有Z 你觉得答案里面 有没有Z 没有 所以答案就是A 应该没问题 OK OK 这题是OK的 但是你要记住 原来我们真的是分批去做的 我们每一次呢 只是看 某一部分的东西 就查一些答案 之后再看的 就不需要一次过 写个答案出来 不需要的 我们在做MC 我们不是在做CQ 你知不知道分别 OK OK 不用全部看了 没错了 我们不用写个完整答案出来 我们应该是筛选走 有哪些明显不适合的答案 再从中慢慢筛选走 每一次看小小的角色 51 这个就是Factor Theorem Remainer Theorem 首先他跟我们说了 Fx is divisible by 2x加1 你告诉我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资料 橙色这一句 我们会知道什么资料 代负1 over 2 下去的Fx就会等于 没错了 似乎呢 就会令我们可以找到K 对吗 麻烦你试试一下 Ft给我看看 K会等于 K等于5 没错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心算做 became 配合 按计数机 其实就很快计较多了K 刚才你是否写了很多东西 还是怎样 我计了4x3次和3次之后 接着就其他人手计 其实我也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未必喜欢跟 因为你们都觉得可能比较麻烦 又要深算又行 其实我用深算计算了k 其实是这个 所以我直接按数据 我把x代了-over2 然后直接按这个 那答案就是5 但是你能不能跟到 我会计算这个 可以的 就是代用kill机计算 x-over1-over1整个数据 对了 塞入去计算 9月0 右手边 所以你能跟到的话 这个是超快 而且没有那么容易做好 好像真的会更快 因为你按机会比较好的 就是你按机 算是 是的 我觉得是的 所以如果是的 这个是更好的 好了 不要紧 至少你计算到k是5 那是正确的 那我们的答案 应该是f 就是在负寸 代负的 củax代多少 複的是f 代负1 代负1 好了 麻煩你 按一按答案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步骤 我们是不需要寫 机器帮我们计算了 那我们就算了 这个是三个代表 其实它要我们找LCM 那我们必定先把它factorize 但是其实 似乎无论如何 如果要撞的话 我们也不会撞A 因为太少 是的 这三个代表 它们有两个degree2 一个degree3 它的LCM似乎不可能是degree1 OK 所以我想问第一个expression 去factorize完之后应该会是什么 A加2的2次方 整个2次方 是的 A加2的2次方 可以不可以 而计完这个 我们就没有什么答案可以查一下 好了 那第二个呢 A加2A-2 A加2A-2 不过其实说真的 你计完 其实我们如果想做得快一点 其实我们应该一开始就factor了这个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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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中三教的 A加2 先 跟着 A2次 减 2A 再加4 对 为什么factor这个呢 因为呢 其实 那些答案呢 最大分别呢 就是 最后一个括号 所以如果你factor这个先 你就可以把c大括抄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答案里面 A加2的次方 应该是2 4 2 没错 没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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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个一条 你看题目 ok 看完 你不理解这个题目 ok ok 好 那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看什么呢 我先看hcf 你先看hcf 好了 如果你看hcf 下面的abcd 有哪些 你可以打架 cd 好解释 因为hcf没有2 没错 没错 所以第三个expression 必定就 不会有2 ok 好 正确 那你觉得第三个expression b的次方 应该是2 还是5 应该是2 先 对 对 2 2 但是如果b的次方 是2 那lcm的次方 为什么会是5 呢 头两个expression b的次方 一个是2 ok 等一下 应该不是2 应该是5 应该是5 是吗 是 是 因为b的次方 为什么a和b的分别 就是两个option 分别是b的次方 先看一下 因为头的两个expression 它们b的次方 一个是4 一个是2 而我们未看的lcm b的次方是5 所以没有走街 我们的答案 b的次方一定要是5 才会令到lcm b的次方是5 行不行 ok 知道吗 就是说到好像很刘腾 那其实就不是 是 说到好像很刘腾 负1的2009次方 那加负1的2008次方 我现在写的这个次方 应该就是我们的答案 是吗 然后负1的2次方 就负1的1次方 好了 那这个答案呢 那你觉得答案应该是哪个 知不知道 我猜一是b还是c 你猜一是b还是c ok ok 为什么不会是a呢 好 不要紧 都是的 不要紧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 你觉得是怎么样 跟着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 负1的2009次方 即是负1 是啊 然后负1的2008次方 即是1 是不是 所以 起码这两个数 加上就应该会是0 解消了那本箱 好了 然后应该如柱里推 那什么意思呢 你之后 之后就是加1 sorry 之后就是减1 那个答案应该是a 这个就是加1 没错 答案是a 为什么呢 因为 对了 2009次方 那你两个两个一组 就会凑到个0 所以呢 尾2 这个1 它就会跟前面的 策略等于0 所以这个减1 就单丁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a 好吗 ok 好 这一条 这一条 上次我们 上次我们看的不是这个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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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也都是常见的 所谓的特别提种 这些你要记 这些做法 我不知道学校有没有 看过这些 这一条 题目应该看完 这么短 是吧 就是 哇 完全没有头水 他的fx是 pylomial 我当然知道 sterizable by x-1 然后就没有了 他就问你 其中一条 must be factor of f 括住 2x-1 这一条 我的做法 就 挺有趣的 首先 说 首先说了 就是什么呢 你们看着题目 你们的反应 fx is divisible by x-1 所以你就会知道 f1 等于0 是不是 是吧 但是 之后就好像已经完了 不知道再怎么做 是吧 他要你考虑 f 括住 2x-1 你未必又很有头水 是什么的 OK 好了 现在我告诉你 我的做法好吗 好 好了 题目对于fx pylomial 之余 就没有任何资料给我们 例如他的degree多少 之余处理 什么都没有说的 好了 你可不可以 给一个例子 例如fx 可能是一个什么的pylomial 例如fx 可能是等于多少 而他必定是 dirisible by x-1 你可不可以 作一个这样的fx 给我看 最简单的 那个pylomial 它是dirisible by x-1 呃 x2次加2 x加4 哈哈 怎么作出来的 呃 就是在这两个 如果代过1 应该是0 OK 最简单的那个呢 呃 看先 x2次加 x加2 哈哈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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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那个 其实你要知道 符合他的条件的 是有无数的pylomial 是有无数的pylomial 但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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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那个呢 x-1 没错 最最最最最最简单 x-1 就是被x-1 除得尽 哦 ok ok 是不是啊 ok 而如果是这样的 f2x加1 那 剩下来的呢 就不是这一货的 剩下来的呢 是function那一货的 哦 如果fx是x-1 那么f括好2x加1 是不是就是将2x加1 replace了原先的那个x 是啊 是啊 所以原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f括住2x加1呢 就是2x okok 答案你abcd哪一个 2x 2x 必定会给上面abcd 哪个除得尽 x 那我就是a 做完 就是这样的 okok 就是这样的 行不行 就是 其实这个数据还有没有 这个方法 好像很取巧 但是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有没有一些其他方法做 其实是有的 但是那个方法 不见得很 令你们很容易明白 嗯 所以我不打算说 ok 我现在和你做的所有mc 都是公开试出过的 所以他真的是这样 他真的会 行不行 ok ok 觉得很无奈啊 少少 是 其实都真的有少少无奈 我现在我和你选 我想和你选一些 不过这个都不够的 我一会可能再和你看多一点 好了 之前有一堂和你看的就是这一条 CE94年 肯定未出生 当然未出生 30年前 我还未 30年前已经未出生 好 这条也是 经常出的 上次和你讲过的了 上一两堂 ok 有没有印象啊 这个题目 有些印象 有些印象 题目有印象 答案没有印象 类似 我记得上次的答案 都是R 是的 是的 那个答案就是R 真的 答案就是R 好像是 好像是 同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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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其实数字可能有少少不同 哦 数字不同而已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这样 是的 就是这样 他跟你说 他这个说话 他这个说话 给你的资讯 是否就是P 困住2 over 5 是等于R 是吗 是啊 是啊 而他要你找的这个 reminder 你用reminder theorem 你是不是也要考虑2 2减5x等于0 那你从而找到 你想找reminder 你的x又是代2 over 5 那所以我们的答案 也就是 把x是2 over 5 代到Pi 所以又是等于R 是不会有分别 OK 可以了 就是如果到时 你学校出些 不是出这些的MC 那其实呢 很大机会去出些 很简单的MC 那你应该会做 好 那倒回来 如果出了这些 如果本身没有跟你做过 你当上未必想到的 就是你要知道 好 而这一题 就是刚才做过的那一题 就是那一类 fx is directable by x-1 那如果是的话 f 括着x-1 是必定可以被谁脱一进 那同样 我们就当fx 是最简单的那一个 就是x-1 而如果是fx-1 这个会等于什么 我们就把x 代替x-1 那就是x-2 好吗 所以就当我A OK 好 好 好 是的 就是这些 如果不教 真的 不知道怎么做 好 我们可能说完14 然后就可能会说回 这一题 看不看 OK 好 他这句说话 fx-2 x-k 令我们知道的 其实就是fk 会等于0 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那个 所谓反应 就是会计这一样东西 OK 好 然后我们就会计到 3k的三次方 减3k 会等于0 是 可以 是吧 如果你再继续做的话 其实你会发觉k 是有很多个 不同的可能答案 可能等于0 可能等于正负1 行不行 是 对 而他要我们做的 for the remainder fx 所以我们计的 f-k 而f-k 带回去 就是这样 -3k 三次 就加5k 接着 带回那些 0 正负1 带回去 我猜是 是吧 是 这一条 如果我们 这样做 再做下去 你会发觉 如果再做回去 再做回去 再做回去 就有很多个 不同的可能答案 是吧 是 那怎么办呢 原来 我们就会 在 左手边 做个中途 这一句 其实这一句 是不是会令我们得到 -3k 的三次 其实是-3k 是 所以 我们不如将这一道 -3k 三次 你放个-3k 如果是 答我就是2k 所以答我就是a 2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刚才是不是说 其实不如这样 我们算到 那个2k 就是算到一个答案 然后不如将 我们在 左手边 这三个数 代回去 这里 你代1k是0 的时间答案是0 你代1的时间 答案是2 你代1 2k是-1的时间 答案是-2 那慘了 那我应该 圈A B C D E的哪一个呢 但原来不要紧 其实 你之所以 有得出不同的三个答案 其实就是因为 你那个k 代了对应不同的数 是啊 是啊 都是2k来的 所以他想你圈的最终答案 其实是2k 因为不然你很容易圈了C 而这一题 类似的MC 近年是有出版的 这一条其实是几一年的 10 这一条是90年 哇 正宗上个世纪 是很久之前 近年是出版的 这一条近年是出版的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一看 因为我刚刚跟你看的MC 最近其他一条都16年 近这几年是出版的 这里可以不可以 OK 就是 我们看题目的时候 看A B C D E 咦 很有趣 除了Option C是实数之外 其餘A B D E 都是in terms of k OK 那原来我们做做一下 我们从他给我们的资料 做做一下去到某一步 我们可以跳出来 不是找k是多少 是找k和k三次的关系 而因为题目后要我们找的答案 F-k 其实都是k三次和k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能 尽量不要k三次 in terms of k 一次方 那答案就是2 OK OK 希望就不会令人拿 做多 例如 这一条 他给的资料 Divided by x加1 Reminder是4 他不是叫你找p或者q 或者什么 他叫你找这个expression的答案 而其中最有趣 有个答案E 其实是计不了的 OK 那怎么办呢 最初你可能未必明白 为什么不特地叫我找2p 减2q加1 那我们不要管了 那我们其实是否会把 负1 返回那个备除数 那里 那就会等于 4 是啊 是啊 那我们 不知道怎么做 不要紧 那我们先看一步 这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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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够我们找p或者q是多少 但会令我们知道 原来p减q应该是-3 哦 然后代回到橙色那里 呃 剩2倍 是啊 再加1 所以答案应该是-5 B OK 对不对 跟你刚刚说 代回到橙色那里是类似的 是 计算到答案应该是-5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想问呢 有没有什么情况是-5 真的答案是-5 可以判断的 有 不过呢 很少 而且最近公开市 其实很少这样出的 是 现在啊 就是所谓新一代的MC 很少这样出的 那 在我们做CQ之前 和你看完这一条MC 这一条呢 是21年 那它是有点特别的 那我都说了 因为它是21年的嘛 那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们肯定是会有机会问的啦 这一条 第八题 说真的这个是超特别的 这个是超特别的 它要我们找的东西 remainer 当px是divided by x 2次减1 特别在于什么呢 特别在于它这个除数是degree2 那所以那些remainer 所以这些remainer 全部都会是怎么样呢 degree1 没错 全部都degree1 那今天和你看了一条CQ 就22年 上年的 而这一条MC呢 就21年 前年 都有这样东西 那会怎么样呢 原来呢 我们是要用directional algorithm 然后 qx 然后它要我们考虑的 除数就是x2次减1 那么remainer 我们可能做mx加n 可以吗 OK 可以吗 好了 而题目也不是完全没有给我们的 第一句 比x加除的时间remainer 会是-2 意思就是p-1 等于-2 第二句 px directional by x-1 意思就是p1等于0 可以吗 OK 好了 而这两个数 -1 和1 正正是会令到这个随数都会等于0的那两个x 可以吗 OK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 我们会有p-1 等于-m加n on the other hand 它会等于-2 另外p1 它会等于m加n on the other hand 它会等于0 明不明这两个数字怎么写出来 OK 可以 可以吗 所以剩下这些就是simultaneous simultaneous 你按机也好 你手计也好 我们就会计到 m应该会是1 n应该会是-1 所以答案应该是boy mx加n 好吗 好吗 OK 我想问 我记得一开始上台 QC 就是代了mx加n 的QX 是不是 是 22年那条 是 是 然后它现在就可以代到 继续 那一题有点不同 22年那条 刚才我们开始做22年那条 问题是 divisa factorize 所以22年那条 我们会怎么做 因为它到头来 它的px 它的dividend 它是给了某一部分 我们的嘛 所以我们是两边 expand and simplify 刚才 我们是个quotient 赢了degree1 现在我们是个reminder 赢了degree1 哦 OK 明白明白 明白 现在我们不用赢个quotient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 除数 你代到某些x 它会等于0 而刚刚22年那条px1 不是 而这一条是 这一条是 这一条是17年的 它给了一个fx 而这个fx 似乎起码就是最原先的 那个b除数 对吗 给了一些情况 如果它给了这个degree2的东西 除了 又cosm 又reminder 又等等 它就叫我们找a 只是叫我们找a b和c 没有叫我们找 好了 你的反应会是怎样 这么难得 整个dividend都给了我们 那我们会怎么写 那个division algorithm 没错 没错 真的很难得 给了整个除数我们 又给了quotient 又给了reminder 又给了成 那当然要用division algorithm 对不对 而然后 就是你的准备就是怎样呢 我们应该是要将 现在写 正在写中的右手边 也是 和221一条一样 expand simplify grouping comparing coefficient 行不行 这一边 OK OK 好 那我也会做 我fizz了这个screen 我做你 做完之后 你跟我说回答案 我计到a是固旧 跟着b是5 然后c是6 OK OK tubo OK 好 那是正确的 就是 你计到这里 他要求你计算a 所以你就会见到 就是comparing 是啊 14加3a 就是-13 所以你计到 a是-9 是正确的 还有你会发觉 什么呢 其实 似乎b和c都计得到 是吧 是啊 是的 b是多少 5 好 5是正确的 好 而最后的c 就应该是6 是吧 好 没问题 这个是正确的 而事实上a part 就已经3分了 所以你就可以成功 得到3分了 好 好 只有3分 不少的了 你知道吗 公开试 一条 比如session A1 A2 或者一些短一点的题目 一题是3分的 一题 是完整的一题 好了 OK 真的 找食艰难 OK 好 b part 他现在就说 什么呢 他仍然有些abc出现 在这个题目那里 不过 既然我们已经计算了 所以在我们眼中这些 就其实是 已经知道了 OK 比如2x² 就是 减9 x加4 然后继续就是 5x加6 行不行 好了 OK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他说gx 另外有个gx 他有个quartetic polynomial 就说如果他 是比 刚刚那个 除数 是一样的 你看到两部分是一样的 除数 是 除的话 继续都会一样 是这样的意思 是 是 他叫我们证实什么 叫我们证实 fx-gx 都会是 相同的 就是除数 我解释一下 意思 现在我们手头上 有两个poinomial 现在我们手头上 有两个poinomial OK 他们两个 给相同的数 去除 继续都会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fx 也好 gx也好 他们给 2x² 加ax加4 去除 继续都是相等 都是bx加c 是的 而b1 要我们证明 就是什么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fx和gx相减的话 就是会是一个新的poinomial 它们就会可以 给原先的徐数 是整除的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证明 是这样的意思 OK 那我怎么做呢 有趣在于 其实gx 是不是一 chartetic poinomial 它是一 chartetic poinomial 它是degree2 而除它的poinomial 也是degree2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的quotient 应该是什么 degree1 想清楚 degree2 比degree2 除 quotient 应该是degree多少 degree2 比degree2 除 除出来的quotient 应该是多少 degree0 是啊 degree0 degree0 就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数字 quotient quotient 只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用 我用回 direction algorithm 其实gx 不可以写成为 这样的款 而其中 而其中 这个a 就是有quotient 这个a 就是有quotient 原因是因为 你的gx 说明是degree2 而你的除数 又是degree2 所以quotient 就不用说了 db1 所以quotient 必定是db0 就只有数字 可以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题目b一部分 要我们考虑些什么 它叫我们考虑fx-gx 而刚刚其实我们是有写到 关于fx的direction algorithm 就是3x加7 就乘回那个所谓的除数 之后加回一个reminder 而刚才上一行 我们就写了关于gx的direction algorithm 这两个写着什么 你可不可以 只不过是超长 OK 只不过很长 前面这个中处号就是fx 后面的中处号就是gx 都是用了各自的direction algorithm 而中间是减 中间是减 中间是减 只不过因为题目叫我们找的 其实就是f-g 好了 那你就会发觉 那两个bx加c 会抵消了 那两个bx加c 会抵消了 而我们会 可以写成为这个款 这个可以吗 OK 就是两个中处号里面 的bx加c 会抵消了 而剩下的 那两个中处号前面的 大家都有2x2次加a x加4 这个common factor 所以抽到这个common factor 剩下的分别就是3x加7 和我减a 行不行 OK 好了 现在做到 就是做月 其实讲真做完 为什麽呢 因为现在做了些什麽出来 所以这两个就是factor 题目要我们证明的就是2x2加a x加4是factor 那就可以做完 行不行 OK 那这一条呢 难系在于什麽呢 难系在于其实在我们 core 来说比较少 是有运算上的证明 运算上的证明 运算上的证明比较少 几何上的证明比较多 譬如证明它是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证明concurrent 证明similar 諸如柱里 那这些比较多 但是这些运算上的证明比较少 行不行 OK 好了 最后b2 part 其实它考虑的都是同一个fx减gx 而现在要考虑就是它的equation 所以我们偷工减料了 不要查那麽多东西 所以我们的b2 part 是不是可以由最后的这一行 consider等于0去考虑 是不是 好 它就说 亦都是 跟22年那一条一样 some one constat all the root of the equation are integer 今次考虑 是不是所有答案都是integer integer integer 你知是什麽 整数 哦 是 就是 不像刚才evational real 那麽容易混 integer 整数 好了 现在搬回你a part 刚才a part 刚才a part 说世界a是-9 所以 最后这一行 是不是就是2x2次-9x加4 或者 等于0 是不是 就是factor 等于0 或者factor 等于0 行不行 好 好 麻烦你第一条式 你按formula01 那些x是多少 4和1 over2 4和1 over2 哦 那就搞定了 后面那个x就很奇怪 是a-7 over3 这个我们不需要理会 为什麽呢 因为他b2 part 他的问法 是 all the roots all the roots 他不是要有 他要全部都是 看到 all the roots 是 打交叉可以 是啊 喂 我不理你 4是 ok a-7 over4 不是 a-7 over3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 2分之1就不是 所以肯定是disagree 对不对 ok 就算你4是 没用的 你二分之1不是 你a-7 over3 不知道是多少 没所谓 因为二分之1 根本就不是 所以all the root integer 就已经不成了 所以disagree 好吗 ok 我想和你多 我还有时间 其实就还有时间 不过呢 都是了 反而我想和你去看 C 这一条 其实呢 突然这一条 最离谱的 我可以说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上次的 如果同学听过的 最早 其实是什么时候听的呢 可能是小学听的 有两个expression 2个expression 他们的HCF LC 就给了我们 今次是两个expression 就不是三个 刚才我们做过一题 是三个的 是吗 是啊 其中之一个expression 就叫我们找第二 好了 不要想怎么做 看完题目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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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的 刚才我们做过 三个expression 那一条 我们是不是要推敲 我们要推理的 是不是 原来这一条 是不用的 这一条是不用的 这一条 我们真是列导式去计的 不过呢 只是对于这一条 适合的 就是只有两个expression 他给了一个 LCM HCF OK 答案呢 就是 那两个 HCF LCM 相成 除去 given 那个expression 这个答案 原来将 题目比的 LCM HCF 相成 除去given 这个expression 这个得出 是3A 9次 然后 B 2次 就是这样 所以答案就是C OK 这个最早 如果有同学 就是有enrichment 或者奥数那些 其实在小学 已经有听过 比如数目字 数目字 比如 我当作 8 和12 他们的 XCF 他们的 XCF 就是4 他们的 LCM 就是24 就是算出来的 OK 那其实 原先题目相成 就必定等于那两个答案相成 就两边都是等于96 而这个这么有趣的结果呢 就只会在两个数字 两个expression 的时间 才会出现的 OK OK 所以 如果你遇上这一类题目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就不用在那里推敲 或者怎么样 直接可以这样算 别不奇怪 中根本 ARD 当然